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张新芬师傅 又是时候跟大家讲讲新一年的榴莲 不过在讲之前先跟大家讲讲 过去的一年大家是否觉得很辛苦 其实不要紧的 就算在2020年内 大家无论过得如何也好 有多不开心 或者甚至受过疫情影响 或者其他的世界事情所影响都不怕 在新的一年里面必定有个新开始 淡入新厂牛年2021年里面 就算疫情依然是继续的话 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疫苗继续会有新的发展 在宏观的世界里面大家会发觉 在政治舞台有很多东西会重新跟身和 也有很多新的政治人物出现 会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惊喜 所有的民生会慢慢慢慢去复兴 所以这件事不用太担心 说到世界经济 大家似乎给很多某些贬 很多过要过之间的经济 觉得好像不是太好 也会觉得不开心 但不要紧的 在新的一年内 所有的经济都会慢慢一一向云地向上 所以其实都有很多机会 给大家做生意 但记得一件事 所有的东西一定要夹身 不要做来做去做一些旧的东西 如果不是的话 似乎就找不到如生的血路了 2021年生产牛年香港 经济方面先说 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楼市 不过楼市方面 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沸腾 会慢慢慢慢逐步调整 去到一些价位大家都可以一年接受 所以想上车的朋友 记得留意价格 还有选一些你适合的位置 因为很快再过一段时间 就会踏入九运 所以大家都要开始去看九运的楼 最基本的当然是不免见到水 这是大家的其中一个选择 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位置 见到少少海景都可以接受 接着就是大家关心的股市 在去年里面 是不是很多人在股票市场 有少少选手 不要紧的 在今年里面 交投也会比去年更健康更长黄 当中Buffet有些科技股 和一些是关于保险 健康类的股票 都可以有些小斩获 不过记得要做好功课 不要人家说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不然的话 又是选手难脚 这要留意一下 整个股市里面 我们说有分上半年和下半年 我的奇门顿甲的分法 就是用夏字和冬字作画分 夏字之前我们就叫上半年 夏字之后我们就叫下半年 整个股市里面 在下半年的交投 就会好些 所以大家不妨 留定弹药 在下半年里面 在股票市场 就分一杯金 基本上你都不会太差 好了 说到整个香港的民生里面 似乎大家都很担心 韩国业的经济会发生什么事 会不会又是很差 做不到什么生意 差是会差一点 但不用太介意 即使怎样差都好 大家只要努力 韩国业都可以有些新的发展 买东西的模式 其实已经改变了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选 在网上去订购 即是带动了一些物流 譬如是说一些送外卖的行业 都会轻旺了 所以这方面大家不妨考虑一下 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一下 或者是再做一些新的物流不同的形式 第二样东西大家都会比较注意的 所以在健康方面的产品 都是一条血路 不过当然不仅是口罩 会是其他的清洁用品 或者日常本身的护理产品 都是一条血路 这些都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希望在新的一年 新丑留言 大家都可以找到一条新的血路 将自己活得更有意思更有价值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一一